穆兵制是总统马英九的政策之一 但是现在这项制度出现了争议 就有学者批评这项政策的决策 缺乏了专业意见 而且配套措施不足 才会引发当前的困境 甚至还有退役将领抨击 穆兵的成败由国防部一肩扛起 缺乏了指挥道德 民进党立委抛出真兵民调 让外界重新检视 当初提出穆兵制的历史背景 学者强调当年兵力过剩 才让前总统陈水扁不得不缩短议期 不过穆兵制即将上路 未来19个月 还要补足将近三万六千人的人力缺口 就是因为募兵制遭遇不少困难 人口数不够多 可是却要募十几万的 那本来先天上就有困难 再加上我们的待遇福利制度 没有办法吸引人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管理系统 没有办法吸引人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兵 当完了以后他也没有专长 他进入社会的就业有困难 政府没有这个很认真的把各部会的加以整合 让国防部去独立去承担募兵的成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指挥到的 所以今天的成败 你政府要负责 你不是推个国防部 不管是学者还是退役将领 提到募兵制都纷纷摇头 加上红仲秋案严重影响国军形象 也让募兵成效更加雪上加霜 郁电TV陈宇炳之刚 台北报导